在福岡市中心天神地區 有一間舊的大明小學遺址 福岡市政府和傳業團體 在此創辦了文創企業基地 開放為年輕人創業的地點 同時也有來自台灣的新創企業加入 以日本青年創業企業據點為目標 日本福岡市政府與產業團體 創辦了文創企業基地 提供企業或事務局工作空間 咖啡店 酒吧 3D印表機 DIY工作室一應俱全 台灣也有新創企業加入 在新創的發展上是全球的趨勢 而像台北 福岡這兩個地方 其實是新創事業發展非常蓬勃的地方 而我們也看到了這個機會 台北市跟福岡市 在2月8號的時候 簽訂了兩市之間的MOU 互相希望在新創事業有更多的交流 我們日出點創 其實就是在這樣子的交流架構下 希望顯示大家像是一些事務性啊 或者是一些像簽證的申請 還有一些細節的流程 以及語言的安排 我們都可以協助 我們對彼此提供創業相關的情報 就是說我們譬如說在台灣 日本的公司來要怎麼做登記 台灣有什麼樣的公司呢 在這邊去做登記的步驟 還有什麼需要去注意的 然後呢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這個consulting service 諮詢的這個服務 同時呢我們會介紹一些大企業的資源 包括律師、稅務諮詢、司法代書人、銀行負責人都進駐據點 台灣年輕人所營運的公司 更開發高爾夫球場管理應用軟體 向小白球愛好者進軍 在吸鐵的旅遊行程裡面 在跟高爾夫球有關的平臺 就是由他們來提供 那這樣的話會讓台灣許多喜歡 在日本打高爾夫球的球友 可以透過這樣的平臺 跟吸鐵公司的服務去整合在一起 那形成一個所謂一戰式的服務 嚴謹的開會討論善用日本主流資源 台灣年輕人進軍日本 積極開拓新市場 向國際展現台灣活力 台灣宏觀電視張文燦 日本福岡採訪報導